山痴的共农社区加入水保局的农村再生培根计划 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上周六日社区举办了农村再生博览会 连续两天的活动除了展现农村参加计划之后的成果 社区的学员也展现了平时所学的才艺 现场还有当地无毒农产自产滞销的农夫市集 要让民众吃到保证没有农药最新鲜的当地之财 有在吃 对平时都有在吃 那为什么会想要吃有些蔬菜 没有啊 因为为什么想要吃的就是蔬菜 我只是觉得说没有农药总是好的 对对对 那昨天有机生产是这样的 当然很好 现在最重要就是这个 应该是 所以事实上是健康的 应该倒是 随着健康意识逐渐抬头 不少民众都因为这里的有机农作慕名而来 不但趁着假日放慢步调 到农村游赏也希望可以远离毒害吃得健康 而在地的农夫市集有社区委员会监督把关 从土值到农产品都必须通过安全检验才能够贩卖 借此建立市集的良好制度也让民众吃得安心 我们包含三个主轴 第一个就是生活简单化 再来第二个主轴就是我们的产业生态化 第三个主轴就是我们的生态给它将来产业化 我们这个三个主轴是每一个主轴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太棒了 那每一个目标我们都有一个小目标 我们就是日积夜里有小目标 达到这个达到忠诚的目标 然后最后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地可以磨生 除了无毒有机农作博览会里安排的一系列活动 从迎兵舞表演到生态导览 都是社区成员近十年来的学习成果 和经验累积的呈现 而共农社区林一峰老师表示 虽然计划已经进入成果发表的阶段 但社区的农村再生活动并不会因此而停摆 未来最终的目标是要朝着在地磨生前进 记者许端一、廖品涵三支采访报导